其實我們新北市從一開始到現在 就採取授權彈性 難道分高風險低風險 像熱區的防疫 基本上都是以高風險的標準來看待 高風險的區塊本來就有聯盟的自主防疫的一個區塊 所以面對自主防疫的區塊 該在線上學習就會在線上學習 所以現在熱區的同學們 基本上都是以熱區為線上防疫為主 所以大概都是採取一個禮拜的線上學習為主 所以新北市其實不是只有授權 我們還會教育局會給予指導 會分析我們整個疫情目前的狀況 然後跟學校做好討論 授權學校跟家長 大家一起處理所有細節 待採線上學習就採線上學習 採實體學習就採實體學習 以及分流學習 如果像國小生沒有人照顧 我們會啟動基本照顧 在學校可以得到完整的照顧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應變到現在為止 都算滿順暢的 是否能有在一起 我可以訪問你 在學校上學習就採用了 在學校上學習就採用了 多少錢 我可以訪問你 在學校上學習就採用了 感谢观看